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要来关注的是乌俄战争以来 其实欧盟现在是首次的抵制了俄国的能源 那么通过禁止向俄罗斯进口煤炭所带来的后续效应 那么这一次的制裁措施虽然是没有包含石油以及天然气的 但是欧盟其实他们还在继续的讨论上述制裁方案的可行性 不过来看到其实奥地利以及匈牙利 他们是对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的制裁投出了反对票 而欧盟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他就表示了 其实禁止俄国的油气进口只是迟早的事 那么由于乌俄战争能源转型极端气候以及需求激增 其实全部都是导致了全球的天然气供给呢 现在是空前的景峭市场的这些供需平衡是摇摇欲坠的 所以各国现在当然也是会争抢气源 导致现在价格是不停的飙涨 而且供给也是越来越短缺 不仅可能会颠覆全球经济成长 甚至呢就是会拉高通膨 并且会使得供应链现在是更难运转 那么如今欧洲其实就是致力于这种 大幅的减少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 那么接下来他们转向的是要跟亚洲来激烈的争夺天然气 但是现在又加上了欧盟他们是决定 接下来呢他们就是要禁止 俄国的燃煤进口 那么电力业就必须要以气带煤 更加的使得天然气的市场严重的吃紧 那么美国天然气的期货价格更是大涨了超过5%了 所以美单位目前已经攀升到了6.359美元 这个是创下了2008年12月以来的新高 那么天然气的价格这么贵的情况之下 各个国家又是如何来因应的呢 我们先看到北亚的部分 许多北亚地区的买家 他们选择的是他们不会再增加进口 接下来他们是要重建库存 而且他们就是押注说 今年的夏天是不会太热的 或是乌尔战争他们接下来会达成和平的协议 能够带动气价的回跌 另外来看到中国以及印度的天然气进口商 他们也是已经大幅的减少现货的购买量 并且他们也是扩大的使用 他们国内的气源以及库存 不过如果需求再度骤增的话 或是因为生产问题 导致天然气是没有办法按时到货 那么亚洲今年的夏季以及冬季 可能就是会严重的缺乏天然气 最后是会被迫要以高价去购买现货 另外欧洲的部分 欧洲也是需要大买天然气的来重建库存过冬 目标就是说了在11月以前 他们的这个要让主气槽达到八成满 不过如果欧洲他们接下来禁止 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 或是俄罗斯他们片面的停工的话 那么就只能靠这个需求毁灭 来维持市场的平衡 最终可能就会导致所有的工厂都会停工 而且经济也会跟着严重的衰退 那么至于南亚以及拉美地区 这些新兴的经济体 他们情势可能就更加的严峻 政府最后可能就是必须要限制他们的供电 甚至就是要减少这些家用燃料的供给 所以长期而言 液化天然气的供需就会更难的平衡 那么瑞士信贷集团他们就预估说了 到了2020年代的中期 那么全球每年的天然气 将会短缺将近1亿顿 以上就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环宇新闻主播孙宇玲 现在只需要180秒 你就能掌握最新国际新闻动态 立刻打开你的Apple Podcast 搜寻环宇hashtag关键字新闻 并点击右上角加 就能收到第一首国际政经科技即时新闻 只要我们频道 记得点选五星以及留言 跟我们互动哦 环宇关键字新闻Podcast 让你一天一hashtag聊天不Lag 谢谢大家